嗨 大家 今天是MCO的第65天了 那么现在时间呢 剩下我的12点47分 今天的发型有点改变咯 我把刘海加了前来 因为我觉得我刘海真的是太丑了 我看我上一集的那个 蕾色眼睛的那个Vlog 哇 老爷我就觉得 我的脸也太大了吧 然后整个头很大力 因为我的刘海就这样子 然后我旁边刘海的虚虚 因为没有人帮我修剪 我自己又不会剪 然后发蓝因为它没有开 所以就显得我整个脸很大 然后头发很扁 我就觉得很丑 我就想说算了 以后拍影片我就把头发夹起来就好 虽然现在我的额头有点大 现在要开始工作了 不是开始了 要继续工作 嘿各位 现在已经是 6点了 然后这个时间呢 通常我都会下去弄个果汁喝 因为等下6点半这个时间呢 我就要workout了 然后因为 我是一个很容易运动 然后晕的人 就是我很常跳舞啊 然后骑脚踏车啊 我甚至有晕到就是呕出来 所以我的血糖是很低的 所以呢 我的营养朋友呢 就有建议我说 运动之前要吃一个banana 或者是吃个苹果这样子 所以 我最近workout 我都会搭配上一个果汁来喝 又有营养 然后又可以帮我提升我的血糖 Let's go 给你们看一下我今天的 Juice是喝什么 我发觉我剪 我夹了我头发好像脸更大 怎么办 Oops 哇 好香耶 你做什么 你做什么 哇 这个不是我们在泰国吃的 哇 好香耶 好想吃喔 好香 哈啰阿咪 我今天要拍vlog喔 你不要拍我啦 你拍你啦 那我做什么 好香耶 Oh my god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每次去泰国吃那个猪肉 Oh my god 好想吃啊 我现在应该要去弄果汁先 好的大家 我已经换好了我的衣服 我要准备来运动了 然后我发觉跟朋友一起运动是比较有动力 就当你看 就因为我们会video call 然后大家的video call 当你很想要停下来的时候 你看到那个screen 你的朋友还在做 你就会继续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对我来讲 是蛮 蛮好的一个 激励我去运动的一个东西 所以建议大家可以跟朋友们一起做 给你们看一下 我们还有一个group 叫做I'm not fat 然后通常呢 我们就是会每一天做运动 然后呢 就会有人负责 send一些今天要做的workout 这样子 我脸很大耶 Oh my god 有点后悔把我刘海夹上去 Shit 然后其实我的房间还蛮小的 所以哦 给你们看 我能做运动的地方 就只有这里 然后我还要把东西搬 搬过去那边 然后 yeah 所以呢 如果要我travel太远的话 就是那种很大动作 要左右这样的动的话 我就没有办法 我只能在这个空间做运动吧 Hi everybody Hi everybody 有人在comment我comment 那个pink color sports bra 是谁 你要发我的号码 哈哈哈哈 什么鬼东西 pink color sports bra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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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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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好的各位 我今天 的workout 就完成了 我跟你们讲一下我们workout的这个菜单 通常是什么 通常呢我们会做 hit 然后还有就是做 之后的那个video我们就会focuson maybe apps 或者是arms 或者是 tights 通常我自己给的人做耶 就是做apps 可是如果跟他们的话 看他们那天的菜单是什么 我就跟着做 因为反正 其实脚跟手也是要练的嘛 就是我不喜欢罢了 然后我持续这样子运动已经一个月多了 我觉得真的还蛮健康一下 而且我发觉我的那个肺活量有比较好耶 因为以前呢我跟他们讲 我的肺活量超级不好 就是我运动一下子我就会晕 然后很容易吐 最近我就算是做choleting的hit 就那种激烈的运动哦 我发觉都 都可以handle到 这个我觉得蛮开心的 我觉得自己变健康 给你们看一下 我运动了一个月之后的成果 看apps的线 我这样子是没有cook啊 其实看到有一点点shadow 如果我cook出来的话 其实就很明显 有一条apps的线 通常呢我运动完之后 我就会撿回我的房间 因为我房间很小嘛 所以像是我要放yoga map的话哦 就是要把东西都移开 然后而且我这个yoga map 应该是被我用到有点惨了 就是它会有那种屑屑出来 所以每次我一运动完呢 我就一定要细成 顺便把我昨天摧头发的那种 掉了的头发洗钱 大家 因为呢 今天有一位跟我一起workout的buddy 他今天就有osammon要deal 所以呢 他今天就没有参加workout 然后他看到我在whatsapp group里面问 你们会不会介意我拍你们 就是拍我们video call一起workout 然后他就看到那个message 他就讲 哇我要 他讲什么 哇 I want to be in your vlog 我就讲 嗯 ok啦 send me your picture 来 来 你进到我的vlog了哦 雷云 有没有人对他有兴趣呀 我把他的他的instagram 放在他的右边 好吗 大家去follow他哦 哈喽大家 我黑够了 我要下去 吃我最爱吃的猪肉串了 他吃那么多反了 蛤 你吃那么多反了 不羞肉哦 吃了反你吃啊 嗯 嗯 哈哈 来给大家看一下我吃的饭量 我运动完通常就没有什么胃口 就吃很少很少 好痛哦 哦还有哦要痛哦 耶 有我最喜欢的加工素 你们看不到 猪肉串 嗯 好的各位 通常我吃完饭之后呢 Joyla会过来练钢琴 因为如果我这个时候不练的话呢 我一整天就不会练了的啦 都是练一些无聊的考试歌 给你们看一下 JS Park Dbucy 虽然讲我不懂他们的名字 我有没有读对啊 然后 Mozard 通常我练考试歌呢 都会用matronome 给你们讲 这个matronome 是 哇 是我跟钢琴 好像是一起买的 因为那时候我看到老师的加油这个 我就跟我妈妈想要买这个 我不要买电子了 可是我长过后 发觉电子好像比较好用 因为这个哦 它是 有点像那种以前我们玩的玩具 它要锁那个螺丝的 就是你要 你要转转转转转转 Tronome通常都是 因为 看钢琴会有快有慢嘛 所以这个是 让我们跟着那个beat去走 那呢 现在我要来练这个 Mozard的 Sonata Indie 而已 你敢说 你敢说 什么 这边 就干净用 有点 但好像很严于 发生的 还不想 鱼 现在已经哇快要十点 我通常练钢琴都是练差不多 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吧 看一下我那天心情 如果那天心情不是很想练很多手号 我就不会练这样久 然后呢 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我最开心的时间 因为我第一次在冲凉 本来如果我练完钢琴 我是马上去冲凉了 可是我第一次在冲凉的话 我就会开始看我最爱看的狼人杀 耶 很开心 然后首先呢我要递个眼药水 今天忘记递眼药水 因为我做完那个雷射手术嘛 所以那个医生就有跟我说 每次就是总之每天都要递眼药水 要给我的眼睛有水分 因为我眼睛本来就很干 然后加上我去做那手术就更干 好的大家 我已经冲完凉洗好澡了 我现在要来护个服 那我晚间的后腹呢 就非常的简单 通常我是 因为最近我不是去蕾色眼睛 所以我就不会用我平时爱用的这个Gimera Gimera的话 因为它是喷头型嘛 就是可能喷到眼睛的时候 最近我就用simple 然后还有加这个化妆棉 然后这样的擦 这样就不会浸到眼睛了 用完toner之后呢 我会用这个Mary Kay的Hydrating gel 这个比较轻薄一点 所以每天就是早晚用都没有关系 它就不会自兜啦 但是它的那个 它就没有什么那个保湿的效果 它有保水 可是没有保湿的效果 所以如果是油肌的话 我觉得还蛮推荐这一罐 之后呢 晚上的话 我会擦多一个 这个 Hadadabo的 嗯 急刃cream 这个是保湿 因为晚上我就会开一整碗的容器 所以就是会特别干 脸会特别干 然后今天心情好 想要用the ordinary的这个 呃 100% Organic Cold Press Rose Hip Seed Oil 很长 我觉得蛮好用咧 这个seed oil 一开始我用的时候 我会觉得有点点暴动 第二天 然后可是之后用习惯了过后 就觉得还好 其实它会 因为我的皮肤是内有外感 所以我外面是很少水分的 然后这个我觉得它可以帮我均衡到我的这个皮肤 还不错 所以平时哦 如果有用这个seed oil的话 我就没有用class的那个vitamin C drop了 而且我跟你们讲 我最近发觉 我的脸颊有红润感 我觉得 我其实我也不懂我用了哪一个产品 会导致这个 还是因为我太久没有出门了 所以变摆了 所以我红润感出来 我跟你们讲 我以前中学的时候哦 你知道好像去运动啊 去晒太阳啊 我们通常人类啊 你的脸你的皮肤都会先翻红 然后才变黑的嘛 可是对我来讲呢 直接变黑 就是我完全没有中间那个transition了 然后最近运动多了 我发觉我的脸 就是我运动到很激烈的时候 我的脸会很翻红 所以我觉得Oh my god 我是不是变白了 有点开心 我跟你们讲以前我超想要变白的 中学的时候 每一天都狂擦防晒 然后每天带雨伞 这样子 头发 女生真的是麻烦 就是弄完脸还要弄头发 这个是Mizino的一个Dandruff Remove Lotion 就是你是直接插在 不好意思我这个水里有点臭 那么这个呢 它是for那个头皮靴的 因为其实我还蛮常都有头皮靴 像是我穿黑色衣服的话 我这件子看我衣服啊 会有很多白色一点一点 所以我就会用这个 这个还蛮好用的 它是直接喷在头皮 然后等个差不多一两分钟 你的头皮就会感受到 凉凉的感觉 所以我发觉我每次用了它 过后第二天头皮就会特别烧 然后呢 如果得空美食做的话 我就会用这个Ellipse的 这个叫什么啊 Milkshake Conditioner Live On 这个是我在巴黎买的 这个其实是一个 Indonesia的产品 然后超级好用 又便宜又好用 然后我跟他们讲 这个如果你们以后 有机会去到Indonesia的话 拜托你们买这个 买欧罐回来好不好 太好用了 而且很香 它就是很 你知道 很自然的头发香味 就如果你要impress男生的话 你就这样剥一下你头发 这个香味就会吸引到它的那种 我觉得啦 因为我自己也会 被这种头发的味道吸引 然后这个其实它是一个conditioner来的 然后你就直接喷在你的 法尾 喷完之后呢 我才去吹头 吹完头 跟他们讲 我的头发就超级无敌柔顺 我就会觉得 OMG 这个头发就是我会一直想要抹 我的头发 你知道吗 好 好的大家 那么现在时间呢 已经是 11点35分了 我快要到睡觉的时间 其实 在我还没有去蕾色眼睛之前 我还蛮吃睡的 就是12点多一点我才睡觉 然后 当我蕾色完眼睛之后呢 我发觉就是我容易累 像是我最近喔 就是蕾色完眼睛之后 我就很常会11点半这样子 我就开始很累了 我的眼睛就会 会好像要盖要盖这样子 所以最近就是蛮早睡了 蛮早睡不用问自己 我还很吃醒 这就是个问题 所以请大家请教教我要怎么 嗯 怎么才能够再准时的 准时一点起床 然后睡觉之前呢 我都会check一下我的这个plan 因为我早上 平时都会给自己一些task啊 就好像我今天 我是要练感情还有exercise 所以两个都有做到 我就会打勾 通常weekday 像是我工作天的话 我都不会给自己太多的task做 因为中间他有工作嘛 所以工作已经占了一整天 一大部分 所以其他的时间 我都是通常是运动跟弹钢琴 另外一个呢 就看我那一阵子有什么东西要做 可能剪我自己的影片 所以大概就这样子了 好啦 今天的video就到这里 我觉得今天的video 都是跟大家分享 我work from home的一天 是如何度过的 虽然讲我觉得其实 好像也没有什么有趣的部分 但是你们想看我就拍给你们看啦 好啦 我要去睡觉了 拜拜